大家好,我是豆豆,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得到一个神奇的翡翠,从而能控制人心智的故事。 小男孩冰冰是一个聪明可爱的三年级小学生,冰冰因为长得比较瘦小,在学校经常被人高马大的胖虎欺负,并且毫无还手之力,累过多久,学校放暑假了。 冰冰的舅舅安迪带着他去了希腊旅行,安迪去希腊除了游玩之外,还要去和一个老朋友见面,朋友的手上有块翡翠,希望安迪能带回香港,但是一群苏联人也在抢夺这块翡翠,慌乱之中朋友把翡翠藏进了冰冰的书包里,但朋友还没来得及和安迪说,就被苏联人杀害了,安迪联系不上朋友,只好又回了香港,冰冰回家后打开书包,看见了被带回来的翡翠, 翡翠不但一闪一闪的发着光,还开口说了话,善良纯真的冰冰不但没有害怕,还和翡翠成了好朋友,翡翠告诉冰冰自己能控制人的心智,以后有困难都可以找自己帮忙,晚上暗地带着自己的两个朋友回家结束,一个是舞蹈老师阿梅,一个是花花公子小帅。 小帅不仅欺负冰冰这个小朋友,还一直挑戏阿梅,冰冰告诉了翡翠自己想要教训一下小帅,翡翠使用超能力使得小帅的脚和手互换了过来,第二天小帅起床后,发现自己的手变成了脚,还以为自己在做梦,可真正脚臭味传来,小帅这才觉得不对劲。 正巧这时安帝和阿梅来叫他起床,前期之下他只得假装自己在做瑜伽,冰冰带着翡翠上学,胖虎又想欺负他,因为有了翡翠的帮助,冰冰轻而易举的就把胖虎走趴下了,随后胖虎甘拜下风成了冰冰的小弟,此时苏联人找到了安帝,逼他交出翡翠,安帝这才知道翡翠可能在冰冰那里。 安帝回家后,逼问冰冰,翡翠趁机溜到了小帅房里,翡翠承诺小帅只要他保守秘密,就可以帮他把手脚换回来,并且告诉他自己可以控制别人的心智,小帅不信,想要检验一下,于是让自己的小朋友小金去吃粑粑,小金居然照做了,小帅这才身心不疑,迫不及待,跑出家门,准备找点刺激。 翡翠告诉小帅,他们两个一定要保持在五米之内,超能力才会有效,但是小帅连话都没听完就赶紧跑了出去,他跑到银行笑嘻嘻地想让冠冰把钱交出来,冠冰以为他是神经病,直接报警抓走了他。 苏联人找到了安帝的家里,抓走了冰冰和翡翠,翡翠无法控制意志力强的人,安帝和警察很快救出了冰冰,冰冰因为惊吓过度进了医院,翡翠在医院里施展了超能力,控制了所有人, 准备让冰冰带着自己回希腊,翡翠还控制了机场工作人员,和冰冰一起回到了希腊,这块翡翠本是外来生物,在来地球探险的时候被抓走,由于可以控制人的心智,坏人想要利用它来控制全人类,后来他被安帝的朋友救了出来,获得到了冰冰手里。 最后在冰冰的帮助下,翡翠坐上飞船回到了外星球,安帝他们也寻着踪迹找到了冰冰,全片结束,这是香港早期电影《魔翡翠》,片子动作戏精彩,有难度,打斗密集,滑踩够拼,够帅,但跟成龙拼命式动作相比,震撼力有限。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哦,我们下期再见吧。